你這個的意思 這很明顯都是跟號2GH 的關係啊 對不對 你滑下來 然後 這高二的話,這是跟號GR 中間的話,是跟號3GR 底下是跟號5GR 這樣就可以完成繞一圈的情況 至少,這是至少 那這裡是跟你講說 你看這樣 質量不會影響,是距離會 半徑會影響 半徑會影響 土二到最高級 C點 不是,你這個是 最高點 C點是多少G 多少JR 我現在圖示 由B-出發的初速 所以這裡的初速,都是這一個的 那 我們先假設 你是用哪一個 你是用第二個 你上去的話 你上去的話 你上去的二分之一 乘以M M 2乘以10的負荷 然後 再乘以V平方 15 他平方就15了 不用 所以不用再平方啊 他已經平方完了 MV平方 要等於 他到C點的時候有一個最高點嗎 最高點有位能 位能 位能是M GG是10 再H 去 半徑0.3 加0.6 再加一個 你在C點的動能 這樣子啊 所以是 15 0.15 26 12 0.12 這檔案多少 你一開始衝上去啊 B點的時候 在B點的時候 這C點 位能加C點動能 自由釋放 然後是0.4 如果要達到0.4 要順利到 一圈 你這檔公式 你這檔公式 這你沒有學過圓中運動啊 只能用錶來做參考的話 你現在要 你的半天要在0.4 要在這個位置啊 對不對 圓形這個0.4 要在這個位置 所以如果按照這個數字啊 你這裡放0.4 你看他倒閉平爬5倍啊 所以這應該是2 20 50倍啊 不是5倍 50倍 這是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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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樣才能繞完啊 好 繞完這圓圈 那你這裡要寫20的話 嗯 嗯 那這是1啊 因為這裡跳個這裡都是 都是20倍啊 都是跳20倍啊 所以這應該是1公尺 按這個熱圖去看的話 因為你要1公尺才可以達到這個速度嘛 比平方才達到這個20 比平方達到這個20 才有辦法走完這個0.4 的這個圓圈 那這個是要幹嘛 他第一個是5到2 5到2的間隔 MNP就是所有回的第一季發菜 通通到2指的時間了 通通到2指的時間了 然後 波長大頻率小 是能量少 波長小頻率大 能量大 這6到2 5到2 4到2 3到2 可以接受 那你的Q 第一個不要 那 P是5到2 圓圈去的話 那一個P等於N N P是5到2 會等於N加M N是4到2 5 4 3 2 5到2 4到2 3到2 不可以這樣加 對不對 然後 一個MN N MN 光子能量差 MN是 N是N N腿二 N腿三 B选項是一個MN光子 M是3$ 2就是4$ 這兩個能量差 能量差是4到3的意思 大於一個NP N是什麼 4到2跟6到2 4到2跟 6到2 中間差一個5到4 6到4 因為後面的差距越 越小才對 MN 3到2 4到2差一個4到3 NP 5到2 4到2 1 2 3 5到4到2 就差一個5到4 又外面越小 所以這應該是 是小5 M的話是6563 M4 M4 6 6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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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 8 8 9 18體 體表33度,輻射大,加上1,5 輻射會變小 穿上1,5後 體表溫度及輻射出去的能量 就在這裡啊 就是變少了 它變少了 就往下跳啊 覺得這要幹嘛 大概情況是這樣